当地时间2月12日下午2点 在卑诗省议会大厦发生大规模示威事件 本次事件主要是因为发生在多伦多的卡车司机反打疫苗事件延伸到维多利亚 同时 在多伦多 数千名抗议者再次走上多伦多市中心的街头 攻占央街 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 安省警察强制清场暴力抗议 狙击手 装甲车全出动 在周五安省省长福特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后 温莎警方已经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加美边境 大使桥附近开始对抗议者执法 加拿大雪焰 传媒记者报道